有一个法理塞人 名叫尼哥德墓 是犹太人的观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对他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老师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证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光 尼哥德墓对他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福生出来吗 耶稣回答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或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惊讶 风随着意试吹 你听见风的声音 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范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德墓问他 怎么能有这些事呢 耶稣回答对他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 还不明白这些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对你们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磨世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 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刺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 因为他不信 神独一儿子的命 光来到世上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 善恶的 不爱光 倒爱黑暗 这就定了他们的罪 凡状恶的人都恨护光 不来接近光 恐怕他的行为被暴露 但实行真理的人 就来接近光 为要显明他的行为 是靠神意行的 是靠神意行的